黄心纯 你一向型的女生是什么样子的 黄心纯 现在可能年纪还小 然后休息不到 但是我觉得像妈妈一样的 然后笑心的 乖巧可爱等我 就想问李全哲 就说为什么 每一次洗澡的时候都特别浪费水 如果他第一个洗澡的话 之后两三个人都没法洗 就只能洗一个头发 而且是用凉水洗 其实这些有故事的 我是小时候的时候吧 是不爱自己洗澡的 因为觉得麻烦 就觉得脸都不洗 直接睡觉是最好的 后来奶奶从国外回来了 回来之后发现 他这么大个孩儿了 还自己洗不了澡 就又开始迅速 然后让我一个人自己洗 然后每次洗的时候 都是骗他 然后就进去待一会儿就出来了 就自己沾点水就出来了 然后大概就五分钟 三分钟我就出来了 后来奶奶觉得奇怪 就让我洗久一点 后来就是变成十分钟 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最后变成了一个小时 就这样这么久下去了 然后久而久之 成了习惯了 唱着歌 在镜子面前跳跳舞之类的 跟许彬刚好 我想问朱正廷吧 你觉得自己平时是 温柔的时候多一点呢 还是暴躁的时候多一点呢 应该是温柔多一点 因为就是 他们亲人有时候会惹我生气 我就会很生气 发很大的标 然后他们就会很害怕 大部分就跟别人在相处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 包括他们也是 就觉得他们是弟弟嘛 就是还是需要去照顾他 更多的需要去照顾 去呵护他 李文智 你在上大学的时候 有没有喜欢的女生 没有 很正常的说真的没有 因为大学就算时间不长嘛 一个学期差不多 可能是平时练歌玩游球时间久了 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空心醇 你小子怎么晚上吃东西不胖呢 就觉得他晚上吃泡面都不胖就很烦 首先我现在已经不吃泡面了 因为他不是很健康 平时的运动量都比较大 然后体质就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我自己也希望可以稍微吃胖一点点 但是就是真的是吃不胖 其实也是我的一个烦恼 我问Justin 好的 他问我 我问他 别人在叫你假富贵的时候 你心里的OS是什么 刚听到的时候是觉得有点土 然后呢 就还蛮可爱的 我接受反正也是假富贵嘛 假的富贵没关系 这富贵的应该是 头头头头头头发 我发量很富贵 我的发量多的惊人 而且我还是金色的发 头发就是有一种很富贵的感觉 冠冠冠 你的立想型是什么样的 第一肯定是白 身高 一米六五到 米七 一米六一样笑顺 然后眼睛要大 身材也好 这就是我的立想型吧 冤军 冤军哥 怎么长这么高的 是吃什么了吗 还是小时候 打什么针啊 我比较喜欢喝奶吧 牛奶喝奶的成香奶 我跟我弟我们两个人就是没停过 运动吧 挺重要的 在学校打羽毛球 长个